士兵一鍵按下 紅色按鈕 飛彈發射 無二衝突 敏感時機 俄羅斯完全沒再怕 當地週二 向勘查加半島的庫拉靶場 發射一枚亞爾斯洲際彈道飛彈 展開核武演習 俄羅斯國防部聲稱 飛彈都擊中目標 演習非常成功 對此仍正在冰島的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 幾乎烏克蘭要的是和平 由於北韓已經派遣一幻士兵 部署到烏爾邊境庫斯克地區 隨時可能參戰 美國總統拜登強硬力挺烏克蘭 南韓總統 尹錫悅直接打電話給澤倫斯基 警告他 北韓軍人將踏入戰場 因為南韓情報院掌握 北韓與俄羅斯正在進行部隊調動 高級軍官可能被轉移到前線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還加強安全措施 避免被暗殺 就算不見面 俄羅斯外交部長還是強調與北韓關係緊密 並且認為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條約並不違反國際法 其中一方遭到軍事攻擊就必須互相提供援助 TBS新聞綜合報導 打電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